Kaloha 現在是早上的7點8 看到天也是剛剛乾 究竟今天這麼早 要做些什麼呢 哎呦 剛剛好miss了班車啊 唉 希望能不能設8點去到雲大啦 Kaloha 今天我們就做了One Day Tour 就來冰釣 我們一起上車啦 Go Go 啊哈哈 他生氣了 哈哈哈哈 坐了這個小時左右 現在就來到第一個 中間點休息站 看看有什麼東西吃 還有去廁所啦 炸物啦 就比較便宜啦 還有韓國的糖餅 我們現在就坐兩個鐘頭車啦 就會準備去這部華川山川瑜的慶典 是被譽為世界四大東入慶典之一家 而且每一年還超過一百萬人來韓國參加這個慶典 所以今天呢 我們就來試一下體驗一下啦 首先最長 就有冰釣啦 超大的恐龍啊 之後我這邊也是冰釣 然後這邊呢 就不是冰釣的位置 就是給你畫冰的 然後還有餐廳啦 就有燒烤 然後你就可以坐在裡面吃 就可以給了一顆 耳子啊 給你畫冰的時候用 原來是收錢的 一萬元就可以租一次 這個呢 就是它的入場票啦 很有趣的紅啤啤 那它就有一個釣魚的環節 就是給外國人專用的 然後這張呢 是一張貼紙啦 就記得要填在心上面 我們現在坐了兩個鐘頭車啦 那我們現在就來到華川這個位置啦 這個呢 就是韓國華川第一個接冰的地方 所以我們現在呢 就來到這裡 準備要冰釣啦 還有可以畫冰 我們到前面一起看看啦 GO! 這個就是一個釣魚的慶典來的 在韓國的時候呢 就會一月又舉行啦 那我們看裡面啦 首先呢 配有一些 例如兇手去捉魚啊 又或者是咖哩去釣魚的 然後也有夜釣啦 也有一些燈飾去看 不過呢 我們今天跟團呢 就沒得看完夜晚餐 就三點幾就走了 之後呢 也有得坐雪圈啦 還有這個滑梯喔 可以坐在雪圍上面 就可以跟著這個銀色的滑梯滑我們 好像很刺激感的 這個呢 就是專門給外國人釣魚入場的令歌 Thank you 已經拿了魚鷗啦 然後我們就開始 快點 走過去 快點 走過去 快點 剛才都有那個搞笑 跟我說fighting 剛才呢 我們就拿了這個魚鷗的袋 那我們一起看看有什麼啦 其實呢 就是一個魚鷗 那這個魚鷗呢 然後呢 就有一條假的魚 好搞笑喔 是螢光式的 我真的沒試過釣魚 這次是初體驗 哇 人家呢 現在就在撲魚下去了 然後就讓大家可以釣啦 哇 現在要準備釣啦 很緊張呀 放下去啦 可以嗎? 可以 可以 謝謝 現在有兩個同學已經釣到了 然後我們現在四個洞洞 還在等著 希望快點上釣吧 其實一直都看到魚在旁邊在游 但是它一直都是不像我這個 我釣到了終於 魚魚,你好 先跟魚魚合照 這裡也有 謝謝 這裡… 謝謝 釣好了 我現在就是把它密實 很興奮,釣了差不多 我想有四個字還是五個字 我終於釣到了 待會就開BBQ YA 都挺大條 我給大家看看 剛才在這裡等 釣的時候20分鐘就覺得很漫長 怎麼這麼久都還沒到 真的超厚耐性 尤其是第一次 不過一釣到的時候 那一刻真的十分滿足 釣完就要回來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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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現在釣完魚了 我想我剛才被魚勾 不斷勾了我的手 然後我們現在就來找食物了 左邊就滑冰 右邊就是很多的野食店 然後說… 餘的野食店 唇人… 我不是在這裡 我不是在這裡 YouTube 很厲害 好厲害 不是… 口魚嗎? 烤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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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得見嗎? 這道菜很好吃 對呀 很好吃馬來西亞怎麼說 Sedap 馬來西亞說的很好吃 Masita 真的Masita 三個Sedap 三個Sedap 這個女生的話要加個O 因為我們外國人的票 所以已經包了一條魚 連這三千瓶都節省了 嘩 超香 大家有沒有看到白色的煙 看到都已經流口水 兩三飯都沒什麼魚骨 我們剛才點了小吃 現在就給了單曲 淪回我們的彩號 首先就是這個小菜子丸 裡面有青瓜 肉脂 還有紅蘿蔔 然後我們就吃加州 有奶子包 中間也有肉脂和青瓜 然後我們就到原生菜 這個就是這個 它已經有蜜餅在上面 接著我們就要試吃 然後這個就是炸麥拼盤 它的炸皮也挺薄的 然後就會看到它中間的豬肉 是比較偏橙色的 豬仔全部都看到 薯仔皮 薯角 還有點汁 醬是有些香草在上面 我們現在在這個星牌裡吃完了 現在就來排雪滑梯人 拿著這個入場券 然後就在這裡排隊 半飄啊 現在的雪很明顯 應該CAMERA都看到了 哇 一邊下雪一邊玩這個雪圈 現在就在這裡搬 這個雪圈 接著 就在這裡 準備雪下來 我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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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剛才說覺得這個沒那麼快 真的很斜 好可怕 我來吧 現在用這個外國人的票 就看看可不可以換到雪滑梯 她應該是五千元一個人 我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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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換飛 哇 CAMERA 那我們就可以sir這個滑梯了 滑梯 就一直送上來 謝謝 謝謝 我們現在準備要玩了 好緊張 OK GO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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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VE 一開始呢 在黑暗 residential 然後呢 就在陽光 沒有抹風的 可以看到的地方 超美超高 在這個橋上看風景 看有些人看冰釣 然後這邊有些人滑雪 現在終於玩完了 我剛才差不多十一點多 玩到集合時間三點半左右 玩了四個多小時 其實當中除了有吃魚之外 也有玩不少的遊戲 例如試了第一次的冰釣 其實我覺得都挺過癮 因為沒釣過魚 很開心因為這次一行六人 其實都不是每個人都釣到 所以覺得自己真的好幸運 因為位於江洋道 首爾坐車子中比較麻煩 而且比較久的 我建議大家像我這樣 我們玩得開心又順利 我們現在準備坐三個小時的車 就坐回首爾市中心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留言告訴我 記得LIKE SHARE和Subscribe 我們下次再見 BYEBYE